第十七章 开往波利尼西亚的快船 一次 在印度尼西亚伊里安查亚省的首府查亚普拉 我和三位印度尼西亚朋友来到一家店里 那个场景对我来说正是太平洋岛屿历史的一个缩影 我的朋友们名字分别叫艾哈迈德 维沃 沙瓦卡里 那家店的老板是华人 叫平华 在我们这帮人中 艾哈迈德是头 因为他和我主持一个生态调查 这一调查由政府违办 我们雇了当地人维沃和沙瓦卡里当助理 但是艾哈迈德从来没有到过心急那样 对当地的高山丛林毫无概念 因此在采办装备的时候就闹了笑话 我们走进店里的时候 老板平华正在看一份中文报纸 一开始平华看见的是维沃和沙瓦卡里 他没在意继续看报 等到艾哈迈德一出现 他立刻把报纸藏到柜台下面 艾哈迈德拿起了一把斧头 维沃沙瓦卡里就笑了起来 因为他把斧头拿反了 维沃沙瓦卡里教他正确的握法 让艾哈迈德试试称不称手 然后艾哈迈德沙瓦卡里 看向维沃光着的脚 他的脚趾分得很开 因为他从来没有穿过鞋子 沙瓦卡里挑了双鞋头最宽的鞋子 给维沃试穿 但还是窄得穿不进去 这一幕让艾哈迈德沙瓦卡里平华 笑不可意 艾哈迈德挑了一把塑料梳子 梳了梳他那粗黑的直棒 他注意到维沃浓密的卷发 就把梳子交给维沃试试 哪知梳子被维沃的卷发卡住了 根本梳不动 维沃一用力拽 梳尺就折断了 每个人都笑了 维沃也在笑 然后维沃提醒艾哈迈德买米 因为山上的村子里没有米麦 那里只有甘薯 艾哈迈德肯定吃不惯 大家又笑了 笑声中我察觉到紧张的暗流 艾哈迈德是爪哇人 平华是华人 维沃是新几内亚高地人 沙瓦卡里是新几内亚北岸的低地人 爪哇人控制了印度尼西亚的政府 印度尼西亚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兼并了新几内亚岛的西版部 并用机枪炮弹击了反抗的土著 艾哈迈德后来决定自己留在城里 由我带着维沃沙卡瓦里上山调查 他向我解释 新几内亚土著一旦发现他身边没有军队保护 就会杀了他 因为从他粗黑的直发就可以认出他的身份 平华把报纸藏了起来 因为当地禁止输入中文出版物 印度尼西亚各地的商人多是华人移民 找哇人控制政府 华人掌控经济 1965至1967年之间爆发了一系列排华事件 1966年的那一次就有众多华人死于暴乱 维沃和沙瓦卡里都是新几内亚土著 都憎恨印度尼西亚的高压统治 但是他们所在的族群之间也不对付 高地人嘲笑低地人吃的是软啪啪的稀米 低地人叫高地人是原始的大头人 以此讥讽高地人浓密的卷发和他们夜郎自大的心态 我和他们两人在山下林子里扎营住下 才不过几天 他们差点就要用斧头打架了 这四个人之间的紧张暗流是印度尼西亚政治的主调 这个国家就人口数量而言是世界第四大国 这几层紧张的关系可以上诉到几千年前 西方人一谈到大规模的海外人口流动 就会想到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的欧洲海外移民 以及之后各地非欧洲族群被欧洲人取代的事件 事实上在更早时候的史前时代就有非欧洲族群大规模迁移 取代其他非欧洲族群的势力 维沃 艾哈迈德 沙瓦卡里分别代表三波史前从亚洲大陆近战太平洋 诸岛的迁移朝 维沃出身的高地族群大概源自四万年前由亚洲迁入新极内亚的族群 艾哈迈德的祖先源自中国南方沿海地区 他们四千年前登陆沼洼岛将原先住在那里的族群同化或消灭了 沙瓦卡里的祖先约在三千六百年前到达新极内亚 他们来自中国南方沿海地区 那时平华的祖先仍住在那里 将艾哈迈德和沙瓦卡里的祖先分别带到沼洼岛和新极内亚岛的 是南岛羽族扩张 这次迁徙是过去六千年中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 其中一批迁徙者成为今天的波利尼西亚人 他们深入南太平洋各角落 占据了几乎所有适合人居住的岛屿 是新石器时代最伟大的河海族群 现在以南岛羽系语言为母语的族群的分布范围超过半个地球 从马达加斯加岛到复活节岛 都有这样的族群 本书讨论兵期结束后的人口迁徙 南岛羽族扩张占中心地位 非得圆满解释不可 为什么是原初中国的南岛族群 扩张到了沼洼岛和印度尼西亚其他地区 取代了当地原住民 而不是反过来 印度尼西亚的族群拓植到中国并取代当地人呢 南岛羽族占据印度尼西亚之后 为什么不能进一步扩张到新几内亚沿海低地之外的地区 为什么没能取代帷幄的高地人祖先 源自中国的族群的后代又是怎么变成玻璃尼西亚人的 今天沼洼岛上的人 印度尼西亚大部分其他岛屿的居民 以及菲律宾群岛上的族群 相似性很高 无论外形遗传都与华南人相似 与东南亚族群更像 他们的语言也很同质 菲律宾群岛和印度尼西亚的中岛西部群岛 虽有374种语言 但语言间有很强的亲缘关系 都属于南岛语系中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的西部知系 南岛语系的语言在亚洲大陆的马来半岛 越南柬埔寨的小片区域 印度尼西亚群岛西端的苏门达腊岛 加里曼丹岛都有分布 但在亚洲大陆的其他地区就没有分布了 英语中还有一些来自南岛语系的外来词 比如意为禁忌的tabu和意为为身的tatu 意为偏僻地带的bundax 以及意为狂人的amog 意为蜡染的batic 和意为星星的orontan 印度尼西亚人和菲律宾人的遗传语言如此相似 就像中国地区的语言同志一样 乍看之下很令人惊讶 人类演化史上著名的爪哇人的发现 证明在一百万年的时间里 至少在印度尼西亚西部一直有人类活动 这么长的时间足够演化出高度的遗传 语言奇异 以及适应热带气候的黑皮肤 然而印度尼西亚人 菲律宾人的肤色却很浅 印度尼西亚人 菲律宾人与东南亚热带地区和华南的居民 除了肤色遗传相似外 其他的体质特征也很像 这一点同样令人惊讶 只要看一眼地图 就知道四万年前抵达新极内亚澳大利亚的人 必然是以印度尼西亚为跳板的 因此我们可能会天真的以为 现代印度尼西亚人和新极内亚澳大利亚的土著 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事实不然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西部 只有一些和新极内亚澳大利亚土著相似的族群 特别是菲律宾山区中的尼格利陀人 在前一章我提到过三个长相与新极内亚土著相像的结宜族群 他们的祖先可能是东南亚热带地区的土著 菲律宾的尼格利陀人也可能是结宜族群 他们的祖先和帷幄所在族群的祖先属于同一个群体 只是后来帷幄的祖先到了新极内亚 不过就连菲律宾的尼格利陀人现在说的也是南岛语系的语言 和附近其他菲律宾族群一样 可见他们可能像马来半岛上的塞盲人 非洲的比格米人一样 遗忘了祖先的语言 综合这些事实来看 东南亚热带地区或中国南方的南岛语族 在比较晚近的时候才散布到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取代了当地土著 消灭了他们的语言 只留下菲律宾尼格利陀人 而且那必然发生在离现在比较近的时期 不然新来的族群就会有时间发展出 适应热带环境的体制特征 语言遗传的奇异也会大增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语言比中国多得多了 但只是数量多 而不是本质上有许多不同的语言 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有许多相似的语言 只反映了当地从未形成统一的政治体制的事实 中国很早就实现了大一统 所以是个语言单纯的国度 那么南岛语族的扩张 究竟是沿着哪条路径发展的呢 语言分布的详细数据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南岛语系有959种语言 可以分为四个语族 其中之一独大 这就是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 它包括了945种语言 几乎整个南岛语系的范围 都有该语族分布 欧洲使用印欧语系的人群到了近代 才开始向海外扩张 在那之前 南岛语系是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的语系 以上两个事实 意味着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 很晚才从南岛语系中分化出来 而且在短时间内 就散布至很大的地理范围中 产生了许多地域语言 这些语言因为还没有时间发展出更大的奇异 所以仍有紧密的亲缘关系 至于哪里才是南岛语系的故乡 另外三个语族的地理分布 可以提供比较可靠的线索 南岛语系这几个语族间的差异 比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内部各语言的差异大多了 我们发现那三个语族的分布大致重叠 整体范围比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小得多 根本不成比例 只有在距中国大陆90英里的台湾岛 还有南岛语族使用它们 来自中国大陆的族群 是过去一千年中大批定居下来的 在那之前 南岛语族是岛上的主要居民 1945年后 尤其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打败中国国民党后 又有一批大陆人牵制台湾岛 现在台湾岛的南岛语族只占台湾岛人口的2% 前数四个南岛语系的语族中 有三个集中在台湾岛 说明南岛语系的语言 可能已在台湾岛说了几千年 因此有最充分的时间进行分化 南岛语系中分布范围从马达加斯加到复活捷岛的其他语言 都有可能源自从台湾岛扩张出去的族群 现在我们来讨论考古证据 虽然在古代遗址中不会找到语言的化石 但遗址中出土的遗骸与文化遗迹能透露人群与文化的流动 而那些都和语言有关 南岛语族现在居住的地方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 最早只有狩猎采集这一种生活方式 没有淘气、磨制石器、家畜、家禽与农作物 马达加斯加岛以及美拉尼西亚东部、玻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是例外 那些地方未曾有狩猎采集者登陆 直到南岛语族造访才有了人迹 据考古资料显示 最早出现新鲜的文化要素的地方是台湾岛 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中 新石器时代的大奔坑文化在台湾岛发端 该文化有磨制石器 陶器的特色是粗绳纹的装饰 学者认为大奔坑文化与大陆早期华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在后来的遗址中也出土了稻米、小米 可见农业也是生计之一 大奔坑文化遗址以及华南沿海的相关遗址中 出土了大量鱼骨与贝壳 还有石网坠、捕鱼用具、蝙蝠 适于挖凿独木舟 可见在台湾岛上的新石器时代族群已有航海记忆 可以从事深海捕捞并穿越台湾海峡 当时台湾海峡可能是中国大陆人群的航海记忆训练场 他们掌握技术后就能向太平洋扩张 台湾岛的大奔坑文化遗址出土的一种器具 将大奔坑文化和后来的太平洋岛与文化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树皮冲岛棒 那是一种磨制石器 用来冲岛某种树的树皮 以制作绳索、鱼网、衣布 太平洋主岛有的缺乏铲毛的家畜 又没有可以抽取纤维的农作物 岛民只好用树皮制造衣物 伦尼尔岛的土著是玻利尼西亚人 岛上直至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西化 那里的人告诉我 西化有个美妙的副产品 就是岛上从此安静了下来 再也没有万户岛医生了 从前家家得用树皮冲岛棒 每天敲个布停制造树皮布 考古证据证明 大奔坑文化在台湾岛发端后 显然源自大奔坑文化的考古文化 在1000年内逐渐散播到 整个南岛羽族的分布范围 证据包括磨制石器、陶器、家猪谷和农作物遗存 由大奔坑文化陶器发展出来的宿面红陶 也在菲律宾群岛 以及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和地问岛出土 这个由陶器、石器、作物和家畜组成的文化包 约在公元前3000年到达菲律宾 公元前2500年到达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 加里曼丹岛北部、地问岛 公元前2000年到达爪哇岛、苏门达腊岛 公元前1600年到达星级内亚 到了那里之后 扩张速度就加足了马力 带着那个文化包的族群 向东冲入索罗门群岛以东尚无人际的太平洋 这个文化扩张的最后阶段 大约在公元元年后1000年内完成 大洋洲所有适于人居的无人岛都被占领了 令人惊讶的是 带着这个文化包的族群也大胆西进 越过印度洋 抵达非洲东岸 拓直到马达加斯加岛 扩张到新级内亚海岸之前 人们航海用的船只 大概是有弦外浮沫的风帆独木舟 这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仍很普遍 这种船的设计 代表了一个重要的技术发展 并超越了独木舟 世界各地利用内陆水陆航行的族群 过去都乘坐简单的独木舟 顾名思义 独木舟就是用独木 树干做的 先用奔 凿子 凿空树干 再修饰两端 就可以下水了 树干是圆的 所以独木舟是圆底的 坐在这种船里 只要重量分布稍有一点失衡 船就会从重心锁在那一侧翻覆 每次我乘坐新几内亚人的独木舟 航行在新几内亚的河流中 都觉得惊恐万分 好像我的身体只要稍微移动一下 小船就会轻浮 把我和我的望远镜送入鳄鱼的腹中 新几内亚人在宁静的湖泊上 内陆河中滑起独木舟来 看起来还算平安无事 但是它们即使在波涛不怎么汹涌的海面上 也无法安全驾驭独木舟 因此设计出一种稳定装置 不仅对南岛羽族 从印度尼西亚深入太平洋极为重要 最早人类定居台湾岛时 可能也少不了它 解决方案是在船舰外侧几英尺处 装上与船身平行直径较细的原木 浮木 固定弦外浮木的方法 是利用绑在船身与船身垂直伸出两侧的枝杆 将浮木固定在上面就成了 船舰两侧的浮木因为本身有浮力 可以防止船身因为稍微轻测而翻覆 有弦外浮木的风帆独木舟的发明 可能为促成南岛羽族从中国大陆向外扩张 提供了技术突破 考古学和语言学证据的两个惊人巧合 似乎能支持这样的推论 几千年前将新石器时代文化带到台湾岛 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人群 说的是南岛羽系的语言 他们也是如今这些岛羽上南岛羽族的祖先 第一 这两种证据都清楚显示 定居台湾岛是从中国大陆南方海岸地区 向外扩张的第一阶段 从台湾岛拓植到菲律宾群岛 印度尼西亚群岛是下一阶段的事 如果当初的族群由东南亚热带地区的 马来半岛开始扩张 先到附近的苏门达拉岛 再到印度尼西亚的其他岛屿 最后北上菲律宾群岛 再到台湾岛 那么我们应该能在马来半岛 苏门达拉岛上的南岛羽系语言中 找到最深刻的分化 而且在台湾岛 菲律宾群岛上的南岛羽系语言中 只能找到一个羽族内的变异 然而实际的数据呈现完全相反的模式 在台湾岛发现了南岛羽系最古老的奇异 而马来半岛 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的南岛羽系语言 全都属于西马来波利尼西亚羽族中 一个晚近形成的分支 而西马来波利尼西亚羽族本身 也是比较晚近的时候 才从马来波利尼西亚羽族分化出来的 那些语言之间关系的细节 与考古证据吻合 我们才讨论过 马来半岛上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出现的时间晚于 而非早于台湾岛 菲律宾群岛 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的同类型文化 另一个吻合之处 涉及古南岛羽系语言的文化内容 考古提供的是直接的物证 例如陶器的形质 装饰文样 猪鱼的骨骼等 语言学家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证据 讨论古代南岛羽族的文化呢 南岛羽族不是从来没有发展出书写系统吗 语言学家怎么知道 六千年前住在台湾岛上的南岛羽族 养过猪呢 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 比较古代语言现代传言的词汇 重建已经消失了的古代语言 成为原始母语的词汇 举例来说 现代印欧语系的许多语言都有意为绵羊的词 那些词都很相似 立陶宛语 泛语 拉丁语 西班牙语 俄语 希腊语 爱尔兰语 分别使用 AVIS AVIS OVIS OVEGA OVTSA OWIS OI 意为绵羊 研究那些语言分化后的语音更替过程 就可以知道所有那些词同出意缘 OWIS 六千年前的古印欧语中意为绵羊的词 那个没有文字记录的古代语言 我们称其为原始印欧语 显然 六千年前使用原始印欧语的族群养过绵羊 这与考古证据吻合 另有二百个词已经以同样的方法拟测出来 包括表示山羊 马 轮子 兄弟 眼睛的词 但是原始印欧语没有枪炮这个词 而且现代印欧语的各个语言表示枪炮的词各有渊源 这应该不令人奇怪 枪炮是最近一千年才发明出来的 六千年前没有必要造这个词表示枪炮 既然祖先没传过各个印欧语系族群看见枪炮这新玩意儿 不是用古词附会就是铸造新词 语言学家用同样的方法比较台湾岛 菲律宾群岛 印度尼西亚群岛 马来半岛等地的南岛语 重建原始南岛语词汇 结果发现原始南岛语有表示二鸟耳朵投尸的词 大概没有人会觉得惊讶 古代说南岛语的族群当然会数数 看见过鸟长了耳朵也会长头尸 更有意思的发现是猪狗米等词 它们必然是原始南岛语族的文化成分 重建的词汇中有很多表示海洋经济的词 例如有弦外浮沫的独木舟 帆巨大的棕榈树 章鱼 鱼网 海龟 语言学证据对于原始南岛语族的文化 原始南岛语族的时空分布历程和考古学证据十分吻合 从考古发掘中 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六千年前抵达台湾岛 懂得逃逸农逸 过着以海洋资源为生的生活 同样的方法 也可以用来重建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的词汇 原始南岛语系人群从台湾岛启程南下太平洋后 发生过什么样的文化变迁呢 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 包括了许多指涉热带作物 比如芋头 面包果 香蕉 山药 椰子的词 是原始南岛语中没有的 因此 语言学证据显示 许多热带作物的名字 是原始南岛语族离开台湾岛之后 才出现在南岛语中的 这个结论与考古证据吻合 从台湾岛南下的 说原始南岛语的农民 到了赤道带区域后 越来越依赖热带作物的快根和树果为生 并将他们带到南太平洋各岛语 可是源自华南 经台湾岛南下太平洋的 原始南岛语农民 并不是去开拓杳无人际的土壁 菲律宾群岛和印度尼西亚西部群岛上 都有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土著 原始南岛语农民怎么能够把他们全都取而代之 而且把他们消灭的如此彻底 一点语言遗传的痕迹也不留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应该很熟悉了 欧洲人不就在过去两个世纪中 消灭了澳大利亚土著 更早的例子还有华南人取代了东南亚热带地区的土著 农民有稠密的人口 更好用的工具与武器 更先进的航海船只和航海技术 还有令狩猎采集族群无法招架的传染病 以上都是原因 在亚洲大陆上 南岛语系农民在马来半岛替代了一些狩猎采集族群 因为他们从马来半岛的南部和东部登陆 而当时南亚语系农民从北部进入马来半岛 还有一些南岛语族则在越南南部和柬埔寨定居下来 现在当地的少数族群战员就是他们的后裔 不过南岛语系农民无法进一步在东南亚大陆上推进 因为南亚语系农民和壮洞语族农民 此前就已取代了那里的狩猎采集土著 站稳了脚跟 南岛语系农民在他们面前并没有优势 虽然我们推测南岛语族源自华南沿海地区 可是现在中国大陆上并没有人说南岛语系的语言 当年汉藏语族南下取代了众多华南的土著 也许南岛语族正是其中之一 但是有人认为南亚语系 壮动语族 苗窑语族都与南岛语系关系很近 因此虽然南岛语系的语言在中国大陆上 没能抵挡住历朝历代语言的猛攻 但他们的近亲抵挡住了 有关南岛语族的扩张 我们从华南海岸到台湾岛 菲律宾群岛 再到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中部与西部 已经追踪了2500英里 可是那还只是南岛语系扩张的初期阶段 在这个阶段 南岛语族占据了那些岛语上所有适于居住的土地 无论沿海还是内陆 低地还是高地 到了公元前1500年 南岛语族已经在印度尼西亚群岛东部的哈马黑拉岛上留下了踪迹 考古学家在那里发掘出我们熟悉的南岛语族的文化标志 包括诸谷和敷上红纹的素面桃 哈马黑拉岛东距新几内亚的西端不到200英里 新几内亚是个多山的大岛 南岛语族能够一鼓作气拿下新几内亚吗 他们已经拿下了苏拉威西 加里曼丹 爪哇 苏门达腊 这些都是多山的大岛 不是吗 他们没有拿下新几内亚 只削一瞥现代新几内亚人的面孔就知道 对新几内亚人做的详细遗传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 我的朋友维沃以及所有新几内亚高地人 都和印度尼西亚人 菲律宾人 华南人不同 他们的皮肤是黑的 头发浓密而卷须 脸型也不一样 新几内亚内陆和南部海岸地带的低地人与高地人看来很像 只是比较高 遗传学家在新几内亚高地人的血样中 没有找到南岛语族特有的标签基因 但是新几内亚北部与东部海岸的居民 以及比斯迈群岛 索罗门群岛上的居民 呈现了更为复杂的途径 他们的长相似乎介于新几内亚高地人维沃和印度尼西亚找挖人 埃哈迈德之间 有的更像帷幄 有的更像埃哈迈德 但平均说来比较接近帷幄 例如 我的朋友沙瓦卡里是从新几内亚北部海岸来的 他的头发是波浪卷 介于埃哈迈德的直发和帷幄的小卷发之间 他的肤色比帷幄的白一点 可是比埃哈迈德的黑多了 从遗传学上说 比斯迈群岛 索罗门群岛上的居民和新几内亚北海岸的居民 大概有15%的南岛羽族成分 另外85%像新几内亚高地人 因此 南岛羽族必然到过新几内亚一带 只是他们上岸后难以推进至内陆 现在他们的基因就被登陆地区的土著 稀释了 现代语言诉说的是同一个故事 只是增加了细节 我在第15章讨论过 新几内亚人的大多数语言 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语族都没有关系 在新几内亚的山地 西南和中南部低地 包括海岸在内 以及北部内陆地区 人们所说的语言全部属于巴布亚语 不过 在新几内亚北部与东南沿海的狭长地带 有一部分人说的是南岛羽系的语言 比斯迈群岛 索罗门群岛上的语言 绝大多数属于南岛语系 巴布亚语的分布范围仅限于几个小岛上的飞地 比斯迈群岛 索罗门群岛 新几内亚北部沿海的南岛语系语言 称为大洋语 与哈马黑拉岛 新几内亚西端的南岛语系语言有关 我们推测南岛语族是从哈马黑拉岛来到新几内亚一带的 看一眼地图就知道 那个语言学关系正是佐证 南岛语 巴布亚语的细节 以及这两种语言在新几内亚北部的分布 显示入侵的南岛语族与巴布亚土著 有过长期的接触 这个地区的南岛语和巴布亚语 无论词汇还是语法都受到对方广泛的影响 因此很难判断哪些东西受谁影响 如果我们在新几内亚沿着北部海岸前行 走过一个又一个村子 一个村子说巴布亚语 下一个村子说南岛语 再下一个村子又说巴布亚语 而不同语言的交界处并没有遗传中断的现象 以上种种说明 在新几内亚北部海岸及附近岛屿上 入侵的南岛语族的后裔 与土著贸易通婚交流语言与基因 达数千年之久 那么长时间的接触 对转移语言比较有效 转移基因的成就则有限 比斯迈群岛 索罗门群岛上的语言 绝大多数属于南岛语系 可是居民的长相和身体里的基因仍然非常巴布亚 但是南岛语族无论语言还是基因 都没能渗透到新几内亚的内地 他们进入新几内亚的结果 完全不同于他们进入加里曼丹 苏拉维西等印度尼西亚大岛的结果 在那些岛上 他们所向披靡 几乎抹去了原住民所有的语言和基因痕迹 为了解新几内亚当时究竟发生过什么事 让我们到考古资料里爬梳一巴 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 南岛语族到达新几内亚一带 那几乎是他们登陆哈马黑拉岛的同时 在新几内亚 考古学家已经发掘出南岛语族扩张初期的文化遗存 包括我们熟悉的猪 鸡 狗 红纹陶器 磨制石器 大贝壳 但是有两个特征是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南岛语族遗址中没有的 第一 陶器的文饰 陶器文饰的价值在于审美 并无经济价值 但考古学家可以借此辨认出早期的南岛语族遗址 在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的早期遗址里出土的陶器都是素面无视的 新几内亚地区的陶器上却有精美的装饰 主要是水平带状的几何图案 在其他方面 那些陶器保存了早期陶器的形质与红色肤饰 考古学家在印度尼西亚的早期遗址里看得多了 显然 新几内亚地区的南岛语族会在陶器上刺青 也许是从衣服或身体上早就有的文饰得到了灵感 这种诗样的陶器叫做拉皮塔陶器 因为这种诗样的陶器首次得到描述 是在拉皮塔遗址的报告中 新几内亚地区早期南岛语族遗址的更重要的特征是它们的分布 在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发现的遗址 即使是最早期的 都是在大的岛屿上 像是吕宋岛 加里曼丹岛 苏拉威西岛 可是 新几内亚地区出土拉皮塔陶器的遗址 都是在贴近偏远大岛的小岛上 至今 在新几内亚岛只有北部海岸有个遗址 出土了拉皮塔陶器 索罗门群岛上有几个遗址也有发现 新几内亚地区大部分出土拉皮塔陶器的遗址 都在比斯迈群岛上 而且是在贴近较大岛屿的小岛上 也有极少数出现在较大岛屿的海岸上 制作拉皮塔陶器的族群 能在大洋中航行上千英里 他们没有把村子搬到近在咫尺的比斯迈大岛上 或几十英里外的新几内亚岛 显然不是因为办不到 拉皮塔人的生计基础 可以从遗址出土的垃圾来重建 拉皮塔人以海产为主食 包括鱼 海豚 海龟 鲨鱼 以及贝类 他们也养猪 鸡 狗 还有采食树上的坚果 还有椰子 他们可能也使用南岛羽族的传统食物 芋头 山药等根莖类作物 但是不容易找到证据 因为垃圾堆中坚果壳比较容易保存下来 根莖类食物的残渣很快就腐烂了 当然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证明 拉皮塔人说的是南岛羽 不过有两个事实 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推论 第一 除了陶器上的文士 拉皮塔陶器的形质 以及其他与陶器一同出土的文化遗存 都与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诸岛上南岛羽族的文化遗存相似 第二 拉皮塔陶器也在偏远的 太平洋岛羽的遗址中出土 那里本来都是无人岛 带去拉皮塔陶器的人 是唯一登临那些岛羽的族群 没有证据说明后续还有移民出现在那些海域 而且现在这些岛上居民都说南岛羽 因此 我们可以心安地假定 拉皮塔陶器是南岛羽族造访新几内亚地区的标志 那些说南岛羽的陶匠在大岛附近的小岛上做什么呢 他们过的生活也许和新几内亚地区的现代陶匠过的生活没多大差别 直到不久之前那些陶匠的生活才开始改变 1972年 我到西亚西群岛中一个叫做马拉伊的小岛上访问一个陶匠村子 那个岛距中行的温伯伊岛和比斯迈群岛中较大的新布列颠岛都有一段距离 我到那里原是为了观察鸟 对当地的居民一无所知 我上岸后立刻就为眼前的情景惊讶不已 一般的岛屿上只有矮毛屋组成的小村落 四周有广大的原地可供耕作 另有几条独木舟搁浅在海滩上 可是在马拉伊 大部分地方都盖满了两层的木屋 屋屋井林 没有什么绿地可供耕作 简直就是新几内亚的曼哈顿 海滩上有成牌的大独木舟 原来马拉伊岛民不只会捕鱼 他们中间还有专业的陶匠雕刻匠商人 他们制作装饰精美的陶器与木碗 再用独木舟运到大岛上 交换猪狗蔬菜等生活物资 甚至连他们制造独木舟的木材 都是从临近的温伯伊岛交换而来的 因为马拉伊岛上没有大树 可供他们制造独木舟 欧洲人到来之前 新几内亚地区各岛屿之间的贸易 由马拉伊岛民之类的专业人士垄断 他们有制作陶器的专门技艺 汇造独木舟 又擅长不依靠航海工具航海 住在紧邻大岛的小岛上 偶尔会在大岛上的海岸村落中定居 1972年 我访问马拉伊岛的时候 土著贸易网已经瓦解或萎缩 因为无法与欧洲来的机动船和铝制品竞争 此外澳大利亚殖民政府禁止以独木舟远距离航行也是原因 我相信拉皮塔陶将当年就是以专门技艺和贸易为生的人 他们在岛屿之间穿梭 颁有运无 南岛屿传播到新几内亚岛北岸 以及比斯迈群岛 索罗门群岛中最大的岛上 应该基本发生在拉皮塔时代之后 因为拉皮塔遗址集中在比斯迈群岛中的小岛上 直到公元元年之后 源自拉皮塔式样的陶器才出现在新几内亚东南半岛的南边 欧洲人19世纪末开始调查新几内亚 当时新几内亚的南部海岸的其他地区都只有说巴布亚语的土著居住 而南岛羽族已经在东南半岛上定居很久了 而且新几内亚南部海岸以西七八十英里远的阿鲁群岛和克一岛上也有南岛羽族 南岛羽族有几千年时间可以从附近的基地深入新几内亚内陆与南岸 然而他们从未成功 甚至在北岸一小片狭长的土地上的殖民 也是语言的意义大于遗传的意义 所以现在住在北方海岸地区的居民遗传上仍以巴布亚成分为主 也许当初那里许多人只是采借了南岛羽 以便和那些做远距离生意的商人沟通 可见 南岛羽族在新几内亚一带扩张的结果 与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结果不同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原住民消失了 可能是遭到了驱离杀害或是死于传染病 也可能是被同化了 而新几内亚一带的土著却抵挡住了外来者的影响 在这两个案例中 外来者是一样的 土著可能也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那么为什么结果会相反呢 只要考虑一下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土著的文化环境 就可以发现答案其实很明显 南岛羽族到达印度尼西亚之前 只有狩猎采集族群生活在那里 他们人口密度低 连摩制石器都没有 新几内亚就不同了 那里的高地已经生产了几千年粮食 至于新几内亚岛的低地和比斯迈群岛 索罗门群岛可能也一样 新几内亚高地上可能有现代世界中最稠密的石器时代人口 南岛羽族与那些新几内亚土著竞争 根本占不着便宜 南岛羽族当作主食的一些作物 例如芋头 山药 香蕉 新几内亚土著可能老早就独立驯化了 新几内亚土著很快就把南岛羽族带来的猪 鸡 狗 纳入他们的食物生产经济 新几内亚土著已经有摩制石器 他们也已经适应了热带疾病 至少不比南岛羽族免疫力差 因为他们和南岛羽族一样 也有那五种抵抗瘧疾的基因类型 这些基因也许都是在新几内亚独立演化出来的 新几内亚土著也是航海家 虽然记忆可能比不上拉皮塔陶匠 几万年前 新几内亚土著已经拓植到比斯迈群岛 索罗门群岛 南岛羽族在此地现身前的1.8万年 黑药石贸易在比斯迈群岛好生兴旺 新几内亚土著甚至还在近代大胆西境 进入印度尼西亚东部迎击南岛羽族 印度尼西亚群岛东部的 北哈马黑拉岛地温岛上的语言 是典型的巴布亚语 和新几内亚西部的一些巴布亚语有关 简言之 南岛羽族扩张的不同结果 清楚呈现了食物生产在人口流动中的角色 南岛羽族农民移居到两个不同的地区 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 那两个地区的土著可能有亲缘关系 印度尼西亚土著仍过着狩猎采集生活 而新几内亚土著能够生产食物 并有相应的发展 例如稠密的人口对疾病的抵抗力 先进的技术等 结果南岛羽族消灭了印度尼西亚土著 却在新几内亚遭到顽抗 事实上南岛羽族和其他的族群对阵 也没占过上风 例如在东南亚热带地区 他们硬是被使用南亚语系 撞动羽族语言的农民挡了下来 我们追随南岛羽族扩张的轨迹 已经到了印度尼西亚 新几内亚海岸 以及东南亚热带地区 在第十九章 我们会继续跟踪他们 横跃印度洋到马达加斯加岛 在第十五章 我们已经讨论过澳大利亚北部 西部困苦的生态环境 南岛羽族无法在那里生活 南岛羽族扩张的最后阶段 由拉皮塔商人领军 向东越过索罗门群岛 深入太平洋的无人海域 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 拉皮塔陶器 猪 鸡 狗 以及其他南岛羽族的文化特征 出现在太平洋上的斐济 萨摩亚 汤加等群岛上 这些岛羽位于索罗门群岛以东 超过1000英里处 公元后的一段时期里 大部分同样的特征 出现在波利尼西亚东部的岛羽上 包括社会群岛和马克萨斯群岛 在航行一段更长的水路 往北可以到达夏威夷 往东是皮特凯恩岛 复活节岛 往西南则是新西兰 今天大部分那些岛羽的土著 是波利尼西亚人 他们是拉皮塔商人的后裔 他们说的南岛羽 和新吉内亚一带的语言 有密切的关联 他们的主要作物 都是南岛羽族的传统食物 芋头 山药 香蕉 椰子 还有面包裹 公元1400年左右 南岛羽族登陆新西兰附近的 查塔姆群岛并定居下来 为亚洲人的太平洋探险 即写下了完结篇 大概100年以后 欧洲探险家才进入太平洋 亚洲人的探险传统绵延了几万年 早在帷幄的祖先散步到印度尼西亚 新吉内亚 澳大利亚之时 就已经开始了 亚洲人的探险之所以结束 是因为他们占领了太平洋上 几乎所有适合人居住的岛屿 再无别的岛屿可去 东亚和太平洋的社会能给对世界时感兴趣的人许多启发 因为他们提供了许多例子 展示了环境形塑历史的力量 东亚族群和太平洋族群可用的自然资源不同 因为他们的家园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 老戏马一再重复上演 有的族群所在的生态环境中 有发展农牧业的资源 地理位置又方便采集别处的技术 这些族群就取代了不具备这些优势的族群 而同一波移民散步到不同环境中后 他们的后代又会在不同的环境中 发展出不同的生活样态 举个例子 我们知道 华南人独立发展出了农业和技术 从华北采建了文字和政治结构 定居东南亚热带地区和台湾岛 取代了大部分当地土著 在东南亚 居住在泰国东北和老窝山地羽林中的永步人 是华南农民的后裔 但他们变成了狩猎采集者 而永步人的近亲安南人 在肥沃的红河三角洲继续农耕 建立了一个使用金属工具的大型帝国 同样 住在加里曼丹岛羽林中的 浦南人和他们住在爪哇的 亲戚族群 同是从台湾岛和印度尼西亚 其他岛屿来的南岛羽西农民 浦南人不得不过回 狩猎采集生活 而他们在爪哇的亲戚 却因为生活在富含火山灰的土壤上 而得以继续经营农业 还在印度的影响下建立了一个国家 又从印度建了文字 并在婆罗浮屠建造了巨大的佛像 殖民波利尼西亚各岛羽的南岛羽族 由于与东亚的文字和冶金技术隔绝 一直没有文字与金属工具 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波利尼西亚的政治和社会组织 以及在不同的环境中经济生活发生的巨大分化 在一千年的时间里 定居波利尼西亚东部查塔姆群岛的拓殖者 都过回狩猎采集的生活 而夏威夷群岛上的拓殖者 则发展出一个以集约化食物生产为基础的原始帝国 最后欧洲人来了 仗着技术上和其他方面的优势 他们在东南亚热带地区和太平洋诸岛上 建立了短暂的殖民统治 不过各地的病菌和食物生产者 组织了欧洲人扩张占据的努力 整个区域中只有新西兰 新卡里多尼亚 夏威夷有大量欧洲人居住 他们是太平洋诸岛中面积最大 距离赤道最远的岛屿 气候与欧洲类似 因此与澳大利亚和美洲不同 东亚和大部分太平洋岛屿 仍然是由亚洲人和太平洋岛民掌控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